捷运东门站的设立除了缩短转程时间 对民众来说到底有什么好处 通车之后临近的永康商圈又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来看我们的报道 捷运中和线转投新路线的怀抱 因应新线路设立的东门站开通后 究竟能为民众带来多大的便利 假设从古亭站出发想要往东区 只要搭两站就能到忠孝新生站 比分流前要先经过台北车站还要少三站 等车班距也从原本的六分钟缩短为三分钟 更能避开大批的转程人潮 另外东门站设有同层对象转程机制 民众只要直接走到对面月台就能换线 不用再上上下下 而新一路的道路路行也会有所改变 看准了邻近永康商圈带来的观光人潮 为了安全也将人行道拓宽 中间两个公司专用道 然后两边北侧跟南侧 各有一个快车道 一个这个混合车道 像我们东门站需要在这个人行道上 设置这个出口 所以人行道变成大概是六到七公尺 年底东门站开通 除了乘客转车更方便 也将带动周边商圈的发展 联合影音正希王涵丘台北报导 下转了 转发展